大家好,我是可江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使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患上肝脏疾病之后就不能再去吃鸡蛋了 否则的话会害人不浅 有一些人一旦患上肝脏疾病之后 就不敢再去吃鸡蛋了 会把鸡蛋看作为是洪水猛兽 而且会逢人就说千万不能吃水煮蛋 否则容易加重肝脏疾病 带来健康风险 其实鸡蛋是日常生活当中 非常常见的一种营养佳品 它即食会又美味 还可以给身体补充营养 而且拥有着众多的烹饪方式 不仅好吃又营养 如果每天都能坚持吃上一个鸡蛋的话 就可以有效的补充营养 帮助呵护身体健康 那么经常吃水煮蛋的话 到底是养肝还是伤肝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鸡蛋是营养蛋 比你想象还要高的营养 最近几年来因为心血管问题高发 鸡蛋当中所含的胆固醇一直被人们所够病 大家都认为一定要少吃鸡蛋 特别是中老年人这种心血管疾病高发人群 那么鸡蛋真的毫无营养吗 其实大家可以先从鸡蛋清 与鸡蛋黄这两个部分说起 我们不难看出鸡蛋当中含有着众多营养物质 不仅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 还含有微量元素 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在这其中 蛋清基本是蛋白质组成的 而蛋黄除了蛋白质之外 还存着其他丰富的营养元素 其中包括多种维生素 矿物质 蛋白质 以及液黄素等等 而这些营养物质当中 有不少是身体正常运转 所必须的营养物质 对于身体健康而言 有着重要和积极的意义 所以鸡蛋是价格便宜 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一款食物 而坚持每天吃一个水煮蛋 身体能收获哪些好处呢 第一 高质量的蛋白质供给 鸡蛋是蛋白质的良好来源 每个鸡蛋约含有6克的蛋白质 蛋白质是身体构建和修复组织 所必须的营养素 对于维持肌肉 骨骼 皮肤和毛发的健康 非常重要 第二 丰富的营养素 鸡蛋富含多种营养素 包括维生素A 维生素D 维生素B12 矿物质如铁 鲜 和锡 这些营养素 对于维持免疫系统功能 促进血液健康 支持神经系统正常功能 和维持肌肉功能 都非常重要 第三 提供必须的脂肪酸 鸡蛋中有健康脂肪酸 特别是不饱和脂肪酸 如Omega-3脂肪酸 这些脂肪酸有助于维护 心脏健康 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并对大脑功能有益 第四 促进饱腹感 鸡蛋是一种 富含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的食物 它们可以提供较长时间的饱腹感 这有助于控制摄取过多的食物 有益于控制体重和维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三 经常吃水煮蛋 到底是养肝还是伤肝呢 很多人都认为 鸡蛋里的胆固醇含量非常高 摄入过多 容易增加肝脏的代谢和分解负担 这个时候会容易损伤肝脏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吃水煮蛋的话 到底是养肝还是伤肝呢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关于吃鸡蛋会容易增加肝脏损伤的传言 可以算得上是无济之谈 肝脏虽然具有重组蛋白质的功能 但是肝脏也存在缺乏蛋白质的状态 正确合理食用富含优质蛋白的鸡蛋 可以给肝脏补充蛋白质 帮助养护肝脏 那么鸡蛋里的胆固醇真的容易增加肝脏负担吗? 其实这样说法也存在着一定的误区 虽说肝脏具备着新陈代谢的功能 使人们进行排毒解毒重要的一环 但是想要肝脏正常运转的话 也需要蛋白质作为养分来进行运行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适当合理的去吃水煮蛋 可以给我们的肝脏补充蛋白质 帮助增强肝脏功能 还能够增强肝脏的解毒能力 帮助养肝护肝 是,每天一个鸡蛋会升高胆固醇吗? 如果你担心每天一个鸡蛋会升高胆固醇 那么你可以放心了 研究表明每天吃一个鸡蛋 不会导致胆固醇升高 反而可能有助于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 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鸡蛋 可以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 这是因为鸡蛋中含有大量的营养成分 如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 因此鸡蛋中的胆固醇含量并不高 而且对人体胆固醇的吸收量是有限的 因此每天吃一个鸡蛋 不会对胆固醇水平产生明显的影响 五、吃鸡蛋要牢记以下这几点 第一、注意食用的量 对于一般成年人来说 每天摄入一个水煮蛋 已经足够满足人体对蛋白质的需求 然而对于儿童、妇女 以及从事大量运动的人群来说 他们可能需要摄入一到两个水煮蛋 才能够满足对蛋白质的需求 适当的食用水煮蛋可以增加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 但对于过量食用可能会使体内胆固醇含量升高 进而增加患肥胖症、高血脂等疾病的风险 水煮蛋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 含有优质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 但是鸡蛋中也含有一定的胆固醇量 如果摄入过多,有可能会导致人体胆固醇水平升高 第二,刚吃完鸡蛋不要喝茶 茶水作为世界三大功能性饮料之一 管受全球各地人们的喜爱 然而却不建议在吃完鸡蛋后立即喝茶 这一切都源于茶叶中的一种成分 柔酸 这是一种天然的有机化合物 与蛋白质有相当强的结合能力 当我们在吃完鸡蛋后立即喝茶 柔酸就会与刚被我们食用的蛋白质结合 产生一种叫做柔蛋白 这种物质在胃类形成前电物 可导致肠胃负担加重 压力增大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肠胃系统正在努力消化一片茶叶和鸡蛋的混合物 而不是单独的食物 那么肠道就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了 三,用健康的方式使用鸡蛋 鸡蛋是一道简单而美味的食材 它的做法多种多样 从煎鸡蛋到蒸鸡蛋、炒鸡蛋、煮鸡蛋 每天一种做法都有独特的口感和风味 然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 水煮蛋它是最健康的一种食用方法 相比较其他烹饪方法 水煮蛋更有利于人体吸收与消化 第四,千万不要空腹吃鸡蛋 鸡蛋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 其中蛋白质含量尤其高 然而在空腹情况下食用鸡蛋 鸡蛋中的蛋白质很容易被分解成糖分 进一步被胃消化掉 这种情况不仅可能影响体内的血糖水平 还可能给肠道功能带来一定的负担 所以建议大家在食用鸡蛋之前 先吃一些淀粉含量高的食物 如面包、米饭、面条等等 作为垫肚子的一餐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小红星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